一头长颈鹿说了一句话 结果竟让一对情侣 剩下的一村庄的孩子 日后啊 我阿喜少年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 关于法国正式事件改变的感恩故事 小孩梅吉的村庄 被奴隶主莫雷诺烧毁了 莫雷诺准备把村里的小孩 都抓起来拿去卖 等到夜里 梅吉发现脚环太大 很容易取出 于是他立马脱掉脚环 开始逃跑 但是一行动 就被看守了猎狗发现 莫雷诺跟着猎狗 一路跑到一棵大树下 才停了下来 因为梅吉躲进了树洞里 接着梅吉又睡了树洞 爬到了高高的树上 睡了一晚 等第二天 他醒来时 树周围出现了几只长颈鹿 有一只小的长颈鹿 叫扎拉法 扎拉法的妈妈 对梅吉特别友好 于是背着他一起离开了 不过莫雷诺一路跟着长颈鹿们 在他们喝水休息的时候 莫雷诺拿着枪出现了 长颈鹿妈妈盯着奴隶主 发出警告 奴隶主毫不犹豫地打死了他 知道梅吉难过极了 趴在长颈鹿妈妈身上哭泣 然后莫雷诺继续威胁梅吉跟他走 这时 在远处看到一切的沙漠王子汉森 过来拿着手炮 威胁莫雷诺赶紧离开 汉森的出现 让梅吉躲过了一劫 但是汉森并没有什么表示 他只是默默地给扎拉法 套上了绳子牵着他走了 不过梅吉知道长颈鹿妈妈 肯定想要保护好扎拉法 于是 他发誓完成任务 就一路在后方坠着汉森 两人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 途中善良的汉森会把自己的水 糊弄在地上等梅吉来见 沙漠的炎热和乌银 很快就让梅吉倒在了地上 但最后汉森还是回来带走了他 不过扎拉法一直不肯喝水 除了梅吉喂他才肯喝水 这让汉森有些惊讶 但是汉森依旧表达出他的态度 那就等明天找到马哈茂德要吃了后 就找个大棚车送梅吉回家 等到夜晚梅吉本来想带扎拉法逃跑的 但是面对茫茫的沙漠 明露就是死亡 他最后放弃了 等找到马哈茂德 汉森买了一只西域圣牛索恩 好产奈去为扎拉法 等到半晚 汉森又在对方那买了送梅吉回家的大棚车票 然后在夜晚就带着扎拉法和索恩偷偷离开了 等梅吉一大早醒来后 发现汉森消失了 就在他着几万分时 索恩的双胞胎穆恩正抓狂地要去追索恩 于是梅吉生机坐在木恩的身上追了出去 很快 梅吉就追上了汉森 发现他在一处小河边休息 汉森不会急奈 梅吉便在一旁调侃 两人的气氛顿水扁的龙下起来 汉森也同意让他通行到亚历山大 这时当初抓梅吉的莫雷诺乘船路过 善良的汉森就把梅吉护在身后 幸好这次碰面没有发生事故 等他们到了亚历山大 土耳其人正在攻击港口 汉森的侯佑马拉泰厄正在指挥士兵们回击 同时阿姆里成功地带回了扎拉法 珍珠帕夏很开心地迎接了汉森 帕夏准备以此为礼物送给法国国王 从而得到法国的帮助 但这港口仍被土耳其人攻击者 当汉森问及如何把扎拉法送到法国时 帕夏说船长莫雷诺会帮忙运送扎拉法 于是汉森赶忙告诉帕夏 莫雷诺是个人贩子 还同盗墓者做生意的人 汉森信不过莫雷诺 穿越地中海 没想到帕夏也支持 觉得他们疯狂的马拉泰厄 只好帮忙走出热气球 在得知汉森的任务后 梅奇也想跟着去 但是汉森却不同意 只要梅奇伤心挤了 第二天就投入不回地坐马离开 很快汉森和马拉泰厄就带着扎拉法 和两只圣牛一滚干草出发了 由于半路上热气球太重 于是汉森果断地把两只圣牛给扔了 就连干草也扔了 两只牛和干草掉到丽娜的海盗船上 这时马拉泰厄才说 其实他把梅奇藏在了干草里 之前坐马离开的人 根本就不是梅奇 于是 妮娜和她的手下盯着从天而降的梅奇 意外的没有伤害她 只因为妮娜一眼就喜欢伤了这个孩子 海盗们好奇的汽球里的宝贝是什么呢 于是一路跟着热气球 等到夜晚船员们狂欢之后 妮娜就抱着梅奇露眠了 显然是对梅奇宠爱道的机制 海盗船开到一个港口便停了下来 还剩下热气球后 就被守在港口的摩雷诺给抓住了 她想要回梅奇 这时妮娜牵着梅奇出现 她的手下 立刻拿了枪对着莫雷诺 再次把她赶跑了 妮娜看到扎拉法同意她的独一无二 并要求汉森支持梅奇的承诺 把扎拉法送回家 为了而汉森竟然同意了 当妮娜说汉森以后可以去印度找她时 汉森的脸里面红了起来 原来这只英雄难过美人观 最后汉森他们道别妮娜 再次坐上了热气球 在热气球上 汉森立马反馈说继续去巴黎 梅奇只要无可奈何 只能生气地说 一有机会我们就会逃走 很快 他们的热气球遭遇到暴风雨 而被迫降落 在汉森和马拉塔和拼命地 守住他们的热气球时 梅奇偷偷要带扎拉法离开 在路上却被二郎包围 幸好的是 乌娜和索恩及时出现 帮忙抵抗群狼的死要 等汉森赶来时 索恩已经倒在地上了 梅奇痛苦地趴在索恩身上 别的动物会来的 这是一只蝴蝶飞到梅奇身边 梅奇高兴地大喊 这一定是索恩 持续了索恩的他们继续出发 走过了遥远的路程 终于到了巴黎 汉森他们先把长颈鹿 送到了法国国王的面前 当汉森提出 想请他出军帮忙打土耳其人时 国王和所有人都笑了 他们并不会因为这长颈鹿 而去打战 汉森他们一路的努力 都是徒劳 梅奇也要不回他的扎拉法 梅奇不愿意跟汉森回去 把他气走了 然后汉森一离开 梅奇就被在巴黎 看到消息的莫雷诺给抓走了 汉森听到尖叫声 跑回来 只看到一只鞋子 之后汉森找梅奇 找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 长颈鹿的热潮席卷巴黎 然后扎拉法一直在等梅奇 回来救他 在这很长时间过去后 他失去了希望 马拉泰尔在巴黎 每日用他的热气球 赚点微博的收录 而汉森也没有回家 他很愧疚 没有完成使命 还背叛了朋友 至于梅奇现在已经成了 莫雷诺的家仆 他也已经没有希望了 直到一天 梅奇陪同主人 去看国王得到的新动物 河马 这河马也是怕下松来的 但河马屁股 对着众人喷泥土的时候 梅奇很期待着他 看到了另一个 被贩卖来的女孩 索拉逃跑了 两人一路逃到一个大礁巷上 梅奇就要找到扎拉法 才跟回家 这次他穿出屋顶 看到马拉泰尔的热气球 于是梅奇带着索拉 找到了马拉泰尔 又找到了大醉的汉森 但是汉森已经嘴得争不开业了 于是他们都离开了 直到汉森被赶出酒馆 跌跌撞撞地跌进水里 才变得清醒 而此时的马拉泰尔 夹着德基球 带着他们到了动物园 梅奇呼唤扎拉法 但是扎拉法太大了 已经装不进德基球了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带他走了 没想到扎拉法和梅奇心灵对话 扎拉法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度 然后组建家庭 你应该带着爱你的人回家 于是梅奇听了他的话 他哭着和扎拉法道别 但不让莫雷诺又出现了 就在他要打梅奇时 清醒后赶抬着汉森 用刀制止了他 可是当汉森要打梅奇 上了热气球时 梅雷诺开枪打中了汉森 汉森最后一句话是 请原谅我 我的儿子 随后就闭伤了眼睛 看到这一幕的扎拉法 为了让梅奇逃离 于是他把梅雷诺摇起 梅奇也趁机上了热气球 等梅雷诺摆脱扎拉法 相过来抓住了气球 却被他们咬了下去 在那用了一年才回到非洲 索拉和梅奇组建了家庭 生了很多的孩子 组建了村庄 而最后 汉森也没有死掉 他没好心能久了回来 康复的汉森去印度找到了丽娜 和丽娜生活在了一起 片名长颈鹿扎拉法 这部和低动画的画风 其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法国动画的画风 总是会相对较为奇特 在看开头的时候 很多人怕是以为 就是梅奇和努力主的 斗志斗勇故事 结果就成了和汉森的冒险故事 但是其中几个细节 我就认为让我看得很气愤 梅奇的执着让他多次作死 每次遇到险境 几乎都是汉森出面帮助他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他道谢过 结果这份执着 在最后结尾 竟然因为动画拧人太子手法 扎拉法开口说话而被打破 因为他的画 梅奇继续带着索拉回去生了一村的孩子 虽然汉森没有遵循承诺 但在故事中 反而发现汉森的能够魅力 会强于梅奇 很容易沉迷 汉森最后还不忘 评管中一把眼泪 每个决策的人格都很是明显 索拉的胆怯 梅奇的执着 汉森的舞味 女孩到了豪爽 而索恩和穆恩 其实也是采用了理能太子手法 这种操作更能让人体验动物的思想 历史上的扎拉法 是真实存在的一头长颈鹿 甚至在法国 还是一位大明星 节奏不仅不快 也算是一部 何家欢的动画 我是少年 一位那一看没能生百态的 定一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